今年,陕西公布了新的文物全科本科生的公费定向招生计划,在考古学等相关专业下进行培养,考生在入学时便会签订定向培养协议,毕业后直接进入本省的市县区级事业单位工作不少于5年。眼下正值开学季,西安文理学院的文物全科专业也迎来了新生。 据了解,西安文理学院的文物全科是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下设的一个培养类别。该校从2016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目前已培养五届毕业生,因此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受陕西省文物局委托,该校就今年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全科专业招收了57名学生进行文物全科人才公费定向培养,为陕西文物行业基层单位输送专项人才。 陕西省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是免学费、免住宿费,并且毕业后能够分配到我省各区县事业单位进行工作。 文物全科人才培养注重文物专业性的全面培养,能够将文物实践贯穿于培养的过程当中,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各区县事业单位进行文物的专项工作。 当时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出生在西安,然后西安大家也知道是十三朝古都,也是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底蕴很厚重的地方。 然后我自身对于历史还有文物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因为就是我们国家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然后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还有文化传承这个方面。 所以我就想要来选择这个专业去了解文物背后它是怎样发现的,然后它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所以就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 据介绍,该校的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全科专业,设有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等。 此外,按照课程设定,该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将分别进行十二周校内实习和十六周校外实习。 通过四年的学习与实践,在完成所有应修学分并达到十项基础要求及五项专业能力要求后,准与毕业。 产兴省文物全科人才是四年制的本科专业,它的课程模块主要包括三块,首先是我们的专业基础课,还有专业核心课,还有选修课程,它还有大量的实践内容,我们这些就是理论加实践的综合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的学生掌握这些遗址调查,遗迹勒,文物保护与修复,以及博物馆管理与设计的各项专业能力。 王卓锐表示,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遇,也为文物保护事业培养了更多专业人才,将进一步缓解陕西克市县区文物基层单位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